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王凱琴 2月17日 我將會在Bill Graham Civic Auditorium 舉行我的演唱會 到時我會為大家帶來我的金曲 希望跟大家一起唱 2月17日,千萬別錯過了 到時見吧 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在外海華州拉開序幕 前總統特朗普得票率超過一半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和南卡羅來納州前州長海利 取得大約21%和19%的戰績 維居第二和第三 企業加拉馬斯·艾米 就因首場戰績不佳 宣布選舉到此止步 作為全美首個舉行初選的州份 愛河華州的初選有他們特殊意義 該州初選結果一定程度上決定了 各競選人的勢頭和士氣 可為美國總統選舉的重要風向標 共和黨內部拉鋸戰將升溫 而隨著特朗普在外州的初步勝算 接下來的兩黨選戰必將越發極烈 一場危險的北極風暴正在席捲美國 至少造成4人死亡 十多萬戶停電 在仿如冰封的暴風雪中 美國北部各州創下歷史低溫記錄 其中蒙大拿州和達科他州 更降至華市的-50度 相等於攝氏-46度 這場嚴寒已經大大擾亂美國人的生活 包括NFL美式足球聯賽中 匹茲堡降人隊和布法羅比爾隊的季後賽首場賽事 以及美國總統選舉在愛河華州的初選 都需要被迫押後 新疆亞勒泰地區布爾遵遠 近期因為多輪降雪引發大規模雪崩 導致多個度假村和旅遊景點的道路被阻斷 幾米高積雪令過千名遊客滯留超過一個星期 當地1月6日起連續降雪已達10日 導致布爾遵遠城、通往、克納斯、和牧、白哈巴等 警區的道路多處發生雪崩 阻斷了通行 大批遊客被困在警區內 中國官方媒體報導 目前救援人員正協助撤離 據悉至1月15日已有388人被安全送到山下 其餘遊客竟然繼續接送 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凱琴 2月17日我將會在Bill Graham Civic Auditorium 舉行我的演唱會 到時我會為大家帶來我的金曲 希望和大家一起唱 2月17日千萬不要錯過 到時見 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聲明就證實 昨天下午4日左右 湖塞武裝發射的一枚反艦彈道導彈擊中一手名為 直布羅臺之英的散裝貨輪 今日美軍發動空襲 擊毀、反艦彈道導彈 湖塞近日頻頻攻擊導致紅海航運中斷 影響歐洲消費品價格上漲 星期五凌晨起 美國和英國聯手一連兩日轟炸 雅門叛軍湖塞武裝組織據點 湖塞武裝昨日復仇 成功襲擊一手行經亞丁灣的美國貨輪 這是湖塞武裝首度擊中美國貨輪 所行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湖塞武裝施集後也揚言 將擴大鎖定英美船隻 令到紅海風險進一步升溫 阿里桑那州星期日早上發生熱氣球墜毀意外 地點是阿里桑那州城市 屠心西北小鎮 艾洛伊一處偏遠的沙漠地區 艾洛伊警方表示 當時熱氣球載有13人 其中8人為跳傘員 當時他們已經跳傘留下氣球操作員和4名乘客 熱氣球不明原因突然墜毀 最終造成4人死亡、1人重傷 死者之一是24歲男子基利科特 據聖河西信時報報道 他是來自Cupertino 農年即將來臨 美國郵政署將會在1月25日發行新春郵票 自1993年以來 美國郵政署每年都會發行一枚 以當年生肖動物為主題的郵票 今年這一套的郵票上 描繪了一伙長著尖銳牙齒的黃色龍頭 龍眼如紅色的蛇燈 據報道 美國華人社區普遍認為 這個設計與中國文化中的龍形象差距很大 像猴子 像西遊記中的牛魔王 面目真靈 三華市藝術和文化界 正起草一封反映此事的信件 準備寄給美國郵政部門 中半島沿岸小鎮半月灣週末發生聚機事件 一架小型飛機不明原因聚入海中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今天確認機上兩人死亡 出事飛機出事前幾個小時 從東灣的Hayward行政機場起飛前往半月灣 持有人為屋倫一間名為Winged Wallabies 的外國企業 有目擊者觀察到一架小型飛機 在莫斯坦海域上空飛行不穩定 沒多久就消失眼前 聖麥特爾願警方接報後立即出動搜救 今日的新聞報導完畢 多謝收看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